现在我们谈一下佛教的宇宙观 在我们佛教里面 有关于这个整个宇宙 我们其实都懵懵懂懂的 如果用世间里面 我们在社会上的天文 所谓银河系 如果我们了解佛教 佛头告诉我们的 整个宇宙是什么情况的话 我们再回来看 现在我们用天文望远镜 所看到的世界 其实你就会知道 原来这个人们 其实借助科学仪器看到的一些东西 也都是那么的渺小 所以我们还看到人们 其实是夜郎自大的 这种夜郎自大的状况 就是像我们中国汉朝的时候 当汉武帝往西方 往西域那边去蒸发的时候 派张迁通使到西域去 到西域去以后 经过一个夜郎国 夜郎国王 他就问张迁 问张迁说 我们夜郎国的国家比较大 国土比较多 还是你们汉朝比较大 张迁还有这些使节门 因为他看过汉朝 看过夜郎国 他一比较之下 当然他知道 夜郎国那么小 怎么能够比对 所以那个哈哈大笑 那流传下来 一个叫夜郎自大 那夜郎自大这个 在告诉我们 我们不知道 这个世间是什么样子的时候 我们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以为自己很大 那个叫做夜郎自大 那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佛教的宇宙观 当我们对佛教的宇宙观了解的时候 我们其实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大 我们再回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心 是放在大还是小 放在大的我们心就跟着大 放得很小我们心就跟着小 所谓心小是什么 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心放在平常里面 我的眼中融不下一颗沙子 比如说男朋友跟你朋友在交往的时候 不容许别的那个男生女生 跟我所爱的人在一起 那是不是很小 你如果看到整个宇宙的话那么大 那你才看到这么一个人 出现在这我所爱的人旁边 就放不下 那一比对就像 太小了 那我的心怎么那么小 心眼太小 所以当我们了解到佛教的宇宙 所说的那么宽广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更得大 所以我们这个题目 同时另外一个叫做 打开心眼 开拓视野 我们不要做夜郎果的果王 我们要做汉朝 做佛陀 佛陀的地址 有整个宇宙观 那是我们今天 这次我们来探讨佛教的宇宙观里面 那在经典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叫做三千大千世界 世界 那所谓宇就是空间 宙就是时间 那世界这两个字来讲 室就是宙 界就是宇 那这样的一个理解以后 你会看到的 所谓三千大千世界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 它会所谓成就起来是什么状况 毁坏了以后又是一个什么状况 那人们是怎么来的 那以后会怎么样的去哪里 这个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 那看到佛陀根本讲这么多 你试试会多少提议一点 佛陀的智慧真的是无量无边 我们这个世间人用各种的科学仪器 那去探讨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广 探讨不完 用太空梭也看不出来 但是佛陀的智慧里面完全的清楚 所以我们可以更能够了解到佛陀 其实是非常的有智慧 那在我们现在这个里面我们看的 可以从一个叫做虚弥山 这只是虚弥山 这个是主轴 我们看到的世界 那所谓三天大千世界 是一个大千世界 那一个大千世界 有1000个中千世界 那一个中千世界 有一千个小千世界 那1000个小千世界 就是1000个世界 那我们现在讲的虚弥山 只是一个世界 的一个中心而已 那所以如果是三千大千世界的话 就有百亿个虚弥山 那如果今天听完 这次听完的话 你就会比较了解 整个所谓银河系 在佛教来讲 它只是一部分而已 一部分而已 非常小的 那这里面我们先看到的虚弥山 那在依照佛陀所说 虚弥山 它是用印度当时的 那个距离的空间距离的一个尺度来讲 有一个名字叫做尤寻 自有的尤寻是十天叫一寻 尤寻这两个字 这尤寻是等于40里 我们现在的距离来讲它40里 那我们遵照着佛陀所说的这些 那个语言文字 所以我们用尤寻这两个字 那从地面上 那个到 那个山顶 虚弥山的山顶 有八万四千尤寻 那从海平面下去 也有八万四千尤寻 所以这个虚弥山 其实是非常广的 这个高度很高 那低的时候 渗透到海平面下面去 非常广 这个是虚弥山 那有九山八海 虚弥山为中心主軸的时候 这个世界的中心 它往两边扣散出去 会有两边的那个山 就是所谓虚弥山是中间 围绕着虚弥山 也有山 那这个山叫做池双山 或者说叫 茄陀螺山 就绕着这个虚弥山 那两山之间 也是八万四千尤寻 这么宽的距离 那当然它是海 这个中间是一个海的状况 那在这个茄陀螺山 到在旁边一个叫做池双山 或者叫伊沙陀螺山 它又有一个外围 另外的山 那这个山 之间的距离 第二个山是四万两千尤寻 那再来是两万一千尤寻 它中间的距离 就是跟原来的山的距的高度是一样的 那再过来还有山 叫做 苏巨陀螺山 就是一个在外围 我们用立体的概念来讲 就是西民山中间 再来是茄陀螺山 再来伊沙陀螺山 再来苏巨陀螺山 再来是汕建山 再来是马什山 再来是尼明陀螺山 再来是调福山 在外围是金刚围山 就是一层一层出去 在这样一层一层的推广出去的时候 那个山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了 也就是西民山是最高的 在旁边那个山就慢慢低下来 那这样的了解以后 我们看山跟山之间 有那个海存在着 所以有九山八海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最外围 那个叫做金刚围山 金刚围山 金刚围山在外面 有一个叫做大金刚山的 这个金刚围山跟大金刚山之间是黑暗的 只是太阳跟月亮都照不到 那个地方非常的黑暗 这样子 那以须弥山这是一个主族的话 我们平常看到的日跟月 是只是在须弥山的山腰 四万两千游许那个地方 须弥山这么高 然后在旁边 这样日月这样在运转 这是我们知道 佛陀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状况 那在平面的地方 须弥山的北边 有一个叫做北巨渡桌 或者叫玉丹月 那东边有叫做东盛神桌 就是福玉带 在南边有岩福底 叫做南岩福底 在西边有叫曲远尼西纽霍桌 也就是东西南北有四大洲 那我们这个地方叫做南岩福底 我们是住在南岩福底的 那这样的概念里面 我们就知道这种情形 那属于北巨渡桌来讲 它的土地是四方的 它的人民也是方脸的 那他们有些什么特色 他们那个地方的人 都是固定火一千岁 而不会有中途死亡了 那东盛神桌的人 他们是长得圆形的脸 那他们的寿命是250岁 有的人会夭折而死 这样 那我们南占部州这边的人 他我们的脸就像印度半岛这样 上面是宽 下面是窄的 这样的一种情形 那我们这边的人寿命就不一定了 有的人怀胎的时候就死了 有的人可以活到100岁 那不一定 那在西边的叫西牛霍州 他是半圆形的脸 他的土地也是一样 那他的人寿命就500岁 但是中间也会有夭折的 是这种情形 九三八海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是以人们的那种历史 这种立场来说的 那在这个 薰明山的山腰的 四万两千游行那个地方 有日月的宫殿 就是我们讲日月 在这日月之下 同时也有四天王天 如果我们去佛教的寺院的话 在早期的佛教里面 那个寺院里面都会看到 一进去看到门 四天王天 就正殿了 那是佛教的复法 那四天王天在哪里 在这个跟日月是同样的 其等的那个地方 在薰明山的山腰 那四天王天在上面 就有三三天 三三天的天王 就是我们讲的地势 四体环音 三三天 在那个薰明山的山顶 所以这两个叫做地居天 因为它是依靠着薰明山 而成立的这个地方 那再上去就是空居天 它是依照空虚空而有的宫殿 叫做夜谋天 那在夜谋天再上去就是多帅天 再上去就是化了天 再上去就是他化自在天 在这种一层一层的 这样上去的时候 中间叫做六玉天 玉界里面有六玉天 为什么叫做玉界天 在这个地方 那六玉天里面 它每一个天 它都还是有男女之玉 它都是还有男女之玉 所以叫做玉界天 那再上去的话 就有所谓色界天 色界天是在人们人间里面 修禅定而往生到色界天去的 那色界天里面就分成四个 四个色界天 色界天有初禅天 二禅天 三禅天 四禅天 那从出产到市场 出产里面有 一个叫做饭仲天 再来是饭虎天 再来是大饭天 那到这个 大饭天这个地方 出产天的之下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宗教界里面 所看到的 出现的一种情形 宗教界里面 我们在民俗的宗教里面讲的 提供 提供 就是我们讲的 相类似我们一般民俗里面讲的玉皇上帝 祂是三三天那个地方的天王 这没有决定性 不过祂是这样类比 这是三三天第二层的玉界天里面 那我们讲的弥勒菩萨往生到天上 现在住在哪里 住在多帅天 在第四层的玉界天 那如果在一般的 那个基督教所讲的上帝 祂就在出产天的大饭天王 这个是宗教里面这样的分裂 那在出产天上去 就又分成二产天 二产天里面有 那个扫光天 无量光天 还有光阴天 这是二产天 有三个天 三产天上面有扫静天 骗静天 无量静天 这样又三个天 再上面又四产天 四产天有福生天 福爱天 广果天 跟无想天 再来是无凡天 无热天 散陷天 散见天 涉旧静天 这个是四产天里面有九个天 那这一层一层这样一直上去的 再上去的话叫做没有形体的天 也非常非常的宽广 那个更广的就是所谓涉旧静天 再来是空无边处 涉旧静天是属于那个社界四产天里面的最高顶 就是有形有体的那个天 是在涉旧静天 世界四产天里的涉旧静天 那再上去是没有形体的就是说空无边处天 四无边处天 无所有出天 飞翔飞翔出天 那这个就是我们天界里面的欲界天 涉旧天 还有无涉旧天 这一层一层这样上去 它的距离就越来一倍一倍这样加上去的 如果单单听到这样的话 我们对这个一个世界这么宽广 你会不会觉得 哇这个世界其实太广了 讲到天界的地方 这个才是一个世界里面的 我们讲到须弥山为主 这个世界是不是已经包括了 那个到初禅天 大帆天王这个地方 已经有这么广的世界了 那我们银河系里面看到那么多的星星 是站在一个太阳看了 那如果超出一个太阳 那这是另外一个世界 那我们讲的三天大圈世界 一个须弥山 还有到初禅天 这样的一个世界 叫做一个世界 那一千个这样的世界叫一个小圈世界 叫做小圈世界 那在一千个这样的小圈世界 就是一个中圈世界 在一千个中圈世界叫做一个大圈世界 所以整个三千大圈世界 是有无量无边的这种须弥山的 至少有百亿 那一百亿的须弥山你看 我们银河系根本发现不到 所以众生要从这种科学 有形有相的这些 去找出这些世界在哪里 找不到 那怎么找 就是要成佛才能够真正的究竟的知道 那这个唯有佛陀才能够告诉我们这些事情 那在这样的一个 须弥山的这种系统的概念之下 我们看看 天是这样的情形 那再看看 那个地狱 恶鬼畜生 这个相关性 那个畜生道 是很多的 畜生道比较大的畜生有什么 有龙 有金刺鸟 在佛教的父法里面 所谓天龙八部 有龙 也有金刺鸟 有人说为什么 现在看不到龙 要看到龙也要有相当的阴眼国泡 才见得到龙 为什么看不到金刺鸟 也要有相当的阴眼国泡 才见得到 那所以现在都看不到这些现象 那金刺鸟跟龙是非常大的 有一个形容是 从龙在龙宫里面 那个延伸 它的龙尾放在龙宫 它的头可以从 比如说 从恒河可以伸到 社会国佛斗的起源金刺去 所以你可以想象龙甚至很大的 那这个是出生里面的龙 到最小的像什么 像蚂蚁 像蚊子 那么小 那我们看看 出生里面这么多 那我们如果在我们现象这里面 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了 很多很多很多 那再来我们看到鬼 鬼有三大类 有无才鬼 少才鬼跟多才鬼 有这三大类的鬼 那我们通常所讲的神明 神明其实是指鬼的意思 那在人间的鬼分类里面 那个是比较属于那种有福报一点的鬼 那比如说陈皇爷 平常的阿嬷周伯 这些里面所拜的 它是比较属于这一类的 那这个我们如果了解一下的话 我们就知道 那比较无才鬼的 没有钱才的 就是像我们平常 我们比较知道的放宴口 宴口鬼是什么 是嘴巴一张开 从那个口里面喷出火出来 所以火烧了这个嘴巴 变成咽口 咽口把这个嘴巴烧掉了 火焰的口 口中有火焰 所以叫做咽口 就是无才鬼 地狱是什么样子 地狱的情形就很可怕 地狱的情形 我们看到的 有八大地狱 也有八热地狱跟八罕地狱 这个八热地狱里面 就很可怕了 八热地狱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 第一个是想地狱 想地狱 第二个是黑省地狱 第三个是堆压地狱 第四个是教患地狱 第五个是大教患地狱 第六个是烧制地狱 第七个是大烧制地狱 第八个是无间地狱 无间地狱就是阿比地狱 那这八个地狱 它每一个地狱 都会附带有十六个地狱 十六个小地狱 好像附生的一样 那想地狱 比如说 它附带的一个叫黑沙地狱 一个叫做废使地狱 第三个是五百丁地狱 第四个是姬可地狱 第五个是可地狱 第六个是一同府地狱 第七个是多同府地狱 第八个是多谋地狱 第九个是农雪地狱 第十个是亮火地狱 第十一个是灰河地狱 第十二个是铁丸地狱 第十三个是金府地狱 第十四个是柴狼地狱 第十五个是剑树地狱 第十六个是寒冰地狱 每一个大地狱都附带的 十六个小地狱 它这里面是什么情形 什么叫想地狱 想地狱的情形是 地狱的众生只要下到那里去 这个地狱的众生看到了对方 就会拿着那个刺去刺他 在地狱的众生还是会这样就刺他 那一种情形是拿着那个刀子就砍 互相砍来砍去的 这个他说想地狱 那有的是拿那种像影子一样刀很薄的刺 割 这样想地狱 那这种状况之下 杀了死他以后又想 他说想说我活了就活起来 所以这个想地狱有另外一个叫做等活地狱 我想你活过来你就活过来 风一吹就活过来 活过来以后又拿刀又砍对方 你想看地狱的可怕是这样子 都活在恐怖里面 所以下地狱是很可怕的 那在地狱里面是这种情形 那在想地狱里面受了无量无边的苦的时候 到最后罪业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会出城门 一出城门去以后会进入叫黑沙地狱 那在黑沙地狱里面去 他的情况是什么 风一吹 风一吹 那个黑沙就照过来我们地狱里面受罪的人身上 一照过来 那个黑沙是像那个烧热的那种沙子一样 很烫 会把我们的皮肤渗透进去 里面全部烧烂 烧烂以后很痛 那个风再一吹 吹以后又活过来 活过来以后又继续受苦 就继续这样 一直宠物宠物宠物到那种罪业完了 那还没有完 又进入到另外一个叫废石地狱 废石地狱顾名思义就是 进入到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走到一个糞便的地方 死就是糞便 走到那个糞便的地方 那个糞便像在煮的东西 我们在煮糖的时候 那个糖会啵啵啵啵啵啵 糞便也是一样 煮到那种啵啵啵啵 这样在煮的时候 哇 那个很苦 一掉进去好像被煮烂一样 所以多苦 到那边受罪 祖死了风一吹又活过来 活过来又住 到他的罪业如果还没有受完 他会到五百丁地狱 五百丁地狱一进去 那个狱卒会把我们这种受罪的人 把他钉在那个墙壁上 用五百个钉子 一钉把他钉子 比如说钉在这个心脏上面 钉了 死了 死了以后 在风一吹又活过来 然后又钉钉 钉了五百丁 那拿着那个烧热的那些东西 把他猝死 这是五百丁地狱 那如果罪报还没有受尽的人 都会到下一个地狱 叫做饥饿地狱 饥饥地狱去的时候 狱主会问说 说你来做什么 那个受罪的人会说 我很饥饿啊 那饥饿的时候 狱主就会给这个饥饿的罪人 给他东西吃 那个东西吃 狱中的事情都是苦的 地狱里面的事情都是苦的 就把他嘴巴拿开 拿开以后 给他热铁丸 丢进去 强迫他吃 烫死 烫死以后风一吹 又活过来 就继续这样吃 吃到受苦 受完苦 罪业如果还没有消的 又下去一个地狱 叫做可地狱 那个 到可地狱去以后 那个碰到那个狱卒 你来做什么 我很 嘴巴很渴啊 好 那你要吃 好 给你吃 就把他嘴巴弄开 倒那个热铁汁 倒进去 倒进去以后 这样从那个身体这样穿过去 穿过去以后 死了 死了风一吹 他又活过来 狱卒又继续倒东西给他吃 倒他 罪业要在这个 那个可地狱里面受罪受完 才能够出来 出来以后 又到下一个地狱去 到一个同府地狱 到一个同府地狱去以后 狱卒把他赶到那个同府地狱里面去煮 那个地方是怎么煮的 好像我们在炸油条一样 放下去以后就这样绕绕绕绕 绕不出来 烫死了风一吹又活过来又继绕 就知道 罪业如果还没消的 就继续绕 这个地方完了 根本的结果还没有完 就到一个叫多同府地狱 也是这样受苦 这样受苦之下 又到出来又到下一个地狱 下一个地狱叫做石某地狱 石某地狱 好像我们在磨豆浆一样 以前磨豆浆是用磨的 磨那个石 两块石头这样 放下去以后这样磨磨磨磨到 这个最冷碎的 肉也坏了 骨头也坏了 这样受苦 受苦以后又从那个地狱受完很久很久又出来 出来叫做农雪地狱 到那个农雪地狱里面跟那个农雪混在一起 跟那个农雪很苦的 被煮的全身没有一个地方好的 出来以后又到亮火地狱被火所烧 烧到风一吹又活过来 然后亮火地狱烧完又到灰尔地狱 灰尔地狱里面 灰尔地狱里面都是有那种铁 有剑刺这样一下去都割得全身烂细细的 那么苦 那如果从灰尔地狱出来到岸上 岸上也有很多剑刺被割 这个 那叫灰尔地狱 那出来以 地狱出来以后又到一个铁丸地狱 铁丸地狱里面都是在吃那个热铁丸 或者说罪人被热铁丢到痛死 那第十三个叫做金虎地狱 金虎地狱它就是像一个火符 那个很大的符很多罪人在里面煮 煮到痛苦的钥匙 那金虎地狱出来以后到柴狼地狱 柴狼地狱都看到那个柴狼在扑杀你 我们看到比较比较大的一些狗我们都怕了 何况是这个柴狼它是铁做的 它把你咬死 这个罪人如果到地狱去是受这些苦的 那如果还没有罪还没受完就到建树地狱 到建树去地狱你会看到 我想那边有一棵树想要上去乘凉 只有你爬上那个树枝的时候 爬上那个树干的时候 那个所有的树枝本来向上就往下垂 然后都是刀子 看起来是树枝细细是刀子 一爬的时候它割的全身都是 肌肉都烂掉了 然后身体也烂了 结果一爬上去割到全身都烂细细的 那为什么停不下来 因为业力嘛 所以爬上去 那到上面好像凉了上面有一只蛇咬它 咬死了风一吹又活过来 然后又下来 下来的时候那个树枝又往上垂 往上升 罪人又割的玄枝乱七七又下来 这样叫做建树地狱 建树地狱受完了又到寒冰地狱去 到寒冰地狱去在那边冷冷的半死 这么寒冷的寒冰地狱受罪完了 如果完了 如果受完了才会到 那个 出生到了那边来受苦 出生到受完苦再到二鬼道受苦 二鬼道受完苦了 才能可能到人间天上去 他必须要再 只要一下地狱就受很多很多苦 没完没了 所以我们佛地子的福利 我们不要下去三二道 不要到三二道里面受苦 我们还好在人间修行 求解脱 那想地狱有这十六个地狱 同时黑神地狱也是一样 黑神地狱一下到黑神地狱去了 也是一样会受苦 而且苦更大 黑神地狱的苦是 他就是把这个受罪的人的皮剥下来 然后把他绑起来 把全身绑起来 绑起来以后 这个好像那个绑的地方好像是那个铁 就烧到那个肉里面去 那受罪的人他的罪业还没消 根本不可能结束了 这是一种情形 另外这些情形就是 他上面有化线 化线了以后 那个也 定狱里面的众生就在割 割他的身体 顺着这个身体的黑线把它割 割这个黑神 所以割到罪的人受不了 在地狱里面根本又没有什么 自杀的这种行为 也没有什么好自杀 反正死了以后还会再活过来 然后再继续受苦 所以黑神地狱受完苦的出来 又会到黑沙地狱 废势地狱 总共16个地狱受苦 因为地狱都苦 那堆压地狱第三个 是什么情形 到堆压地狱去了 去了以后 两边的那个门 好像扇一样这样夹过来 夹死 夹了全身淡细细的 痛苦万分 没完没了 这样夹死了 死了 又打开 风一吹又活过来 再夹 夹到他的罪业 堆压地狱的罪业受完 再到黑沙地狱 到废势地狱 最后到寒冰地狱受完 受苦 第四个是大教患地狱 大教患地狱 那个很热 这火在烧 烧的受不了 大教患地狱也是一样 烧的受不了 这边大地狱受完 要到小地狱 16个地狱去 黑沙地狱等等 烧主地狱 烧这地狱也是一样 那个城里面都是火 火在烧 大烧这地狱也是一样 所以到那个地方去以后 受完苦 才能够再到黑沙地狱 废死地狱 然后到寒冰地狱 16个地狱受完苦 才能够出来 恶鬼道跟出生道 这样 第八个是无间地狱 无间地狱里面的地方 没有一个地方不苦的 他眼睛所看到的是不好的东西 比如说看到火在烧 都没有看到好看东西 眼睛看不到好东西 耳朵听不到好声音 鼻子闻不到好香 舌头肠道都是苦的 身体接触到也都是很热很烫的 都是苦的 心里面也都是想到不好 很苦的事情 所以那边的无间地狱 真的苦得不得了 那无间地狱受完了 还要再到黑沙地狱 废死地狱 乃至于寒冰地狱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 都是在人间里面 犯了死不善 造了死不善 甚至做了忤逆重罪 在这个八大地狱 然后以后在十六地狱里面受苦 那有种意义是八寒地狱 八寒地狱 我们最近讲的取破离 它就在八寒地狱里面受苦 八寒地狱里面一个是包地狱 我们在这么热的地方 我们去赏雪觉得好玩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雪地待下去的话 就不好玩了 在热的时候觉得冷的地方是凉了 真的在冷的地方再冷下去就像那个 那个太冷的话 我们以前住在十多年前住在鱼池 那个鱼池香 那个地方冬天的时候这个耳朵都会裂开 这个关节的地方都会裂开 这个指甲 这个地方都会裂开 为什么很冷 这个裂开都很痛 要抹那个凡士林 你想看看 第一里面全身都裂开 裂开之前还先起包 好像长了什么一样 起包 那个起包累 那个多苦 所以你看巴喊地是这样 第一个是包地狱 第二个是包裂开的 起包以后包裂开 第三个是二字叉 第四个 吼吼吼吼 第五个是吼吼吼 第六个是全身像那个青莲花的那种地狱 第七个是波特摩的地狱 曲波里就在波特摩 说吼吼地狱里面很冷 第八个是大波特摩 你看这个是一个世界的地狱 这才一个世界的地狱而已 就这么的严重 我们看看 那十方世界很多很多很多 太多了 那 这个都是有因有缘世间起 有因有缘就会有地狱陷起 有人说地狱是 佛教里面想象出来的 错了 不是佛教里面想象出来的 地狱是众生的业力感应出来的 不是想象的 如果众生的业力里面 没有地狱的业的话 地狱就灭了 但是众生的业力 还有这些业的话 地狱就会陷起 就会出现 所以就众生来讲 地狱是真的 真的有地狱 有人说我看不到地狱 你看不到最好是学佛 相信佛教说的 佛教不会骗我们 佛教讲的话是最真实的 从来不骗人 佛教来到这个世界 他的用意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知苦离苦 所以我们要感恩佛教 要体验佛教 知道佛教对我们是真大慈大悲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有一个具体的概念 我们从西弥山到东盛神州 南湛部州 西弥霍州 北巨鲁州 到天界 到四天王天 三山天 夜魔天 多山天 法乐天 唐华自在天 初禅天 二禅天 三禅天 四禅天 还有空无边处 四无边处 五所有处 飞翔飞翔处 这个整个天界到地狱二鬼出生 这整个一个世界的架构 那什么叫一个世界 一个世界就是从地狱 然后到乎禅天 叫一个世界 那从这样一个世界 有一千个 然后包括一个光阴天 二禅天 那叫做一个小千世界 那在从这一千个这样的一个小千世界 再包括一个三禅天 叫做一个大千世界 就是一个中千世界 那整个三个叫做大千世界 当我们了解到这些整个体系的话 我们能够掌握到佛教所讲的宇宙观 那个宇宙观 这是整个空间 那我们都讲那么小 我们讲到地狱那么苦 天上到底有多快乐 天上的快乐也很多 天上长得很漂亮的 很庄严的很端正的 这是一个端正 这是一个端正 第二个是长得那个快乐 外在的快乐很大 第三个是身体很高大 不像人间的这个身体 那个很短的 人的身体大概只有五尺而已 五尺的深长 天上是很大很大 而且天上的寿命非常长 那个是牵制到时间的概念 那再来天上里面 我们看到的人间里面 人的寿命是那么短 那个短又多病 天上没有什么病 天上没有病 人间里面生产的时候 我们知道生产的时候很苦 但一到天上去没有这些苦 射阶天没有在生产了 没有人在生孩子 只有在寓阶天才有在生孩子 但是寓阶天的生孩子 他不是这样生的 寓阶天的生孩子是 有人往寓寓阶天去的时候 那个生的时候坐在那个膝盖上 男的生在那种天子的膝盖上 女的就生在女的那个膝盖上 那生了以后 他就 这是我生的孩子 寓阶天天还是有家庭的 这个是一个寓阶的状况 到天上去这个情形 好 讲到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因为佛经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 叫转轮圣王 有所谓转轮圣王 转轮圣王是什么 是在炎夫体 就是南战步骤里面 这南战步骤里面 人的寿命如果在八万岁左右 就会出现有转轮圣王 那转轮圣王来到这个世间 他为什么会做转轮圣王 因为他在过去世里面有修十善 所以他修十善 所以这一生里面他做转轮圣王 那转轮圣王他也会劝人家 要修十善 行十善 那这样之后 治理国家以后 他如果要 当他看到他头发上有白头发 他就会叫他的适者 你把白头发拿给我看 适者就会把他白头发夹起来 真的是已经老了 所以这个时候转轮圣王 就会把王位交给他的太子 这个让你治理国家 当你治理国家的时候 你要记得你要用十善法 来治理国家 不要引起斗争 不要引起贪欲 那这样之下 他把他交给他 然后这个转轮圣王做什么 去修行 没有佛的时候 他们都修慈悲喜舍 修事无量心 修了以后 这个转轮圣王死了以后 都到天上去了 到梵天去 这是转轮圣王 所以在佛陀的 所说的 世间 世间的政治 是以转轮圣王法 为理想的 也事实上是这样 因为众生的业力 感应有转轮圣王出现 那如果能够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世界是很和平 很安详的 绝对没有什么斗争的 那我们看到 有一个叫做 有一个叫金轮圣王 有四个 东西南北 这个叫四天下 银轮王是三个天下 铁轮王是两个天下 铜轮王是一个天下 我们了解到这个的话 就比较能够理解 什么叫做四天下 还有这些 那佛际里面常会看到一个叫做 一个世界 一个世界主 就是大半天王 那在 经里面看到的 一个情形就是 大半天王很像我们在看到的 其他宗教里面他讲的 上帝说 大半天王在佛际里面也出现 那他出现的时候 他想说 这个世界是我创造的 我最大 因为他看不到其他的 比较高层的天 二长天 三长天 四长天 还有社旧今天 社无边处 空无边处 四无边处 五所有处 非想非想处 这几个天他都 没看到 所以他以为他最大 那佛际 知道他起这个信念 自大万为 所以佛际就用神动力 等于一上去 坐在这个大半天王的头顶上 那其他的四个大阿罗汉 冰陀的尊者也跟着佛际 来坐在这个大半天王的旁边 那社利尔尊者也坐在他的旁边 其他有两个尊者 也是坐在他的四周围 就四个阿罗汉都坐在这个大半天王的四周围 佛际坐在大半天王头顶上 那大半天王这个时候才知道 我不是最大 但是他连面子问题还放不下 所以就跟佛际说 说我最大你为什么来坐在我的头顶上 佛际说你不是最大的 我能够坐在你头上 表示我比你行 那这个大半天王就这样想 其实大半天王他也知道他是什么姻缘 会能够往生到做大半天王 那他就问 他就跟佛际讲 我从前辈子 从过去世里面 到现在 那个已经修了很多的善业 那这一生里面我在这边看到很多的那个犯天 他们通通没有 他们通通没有 那个死 他们通通这样的生生死死当中 我都没有死 那为什么 为什么 那个我还是能够保持这样 说明这么长 佛际跟他讲 因为你过去世里面 你救了一村的人 还有救了一船的人 救了一村一船的人 所以你的福报很大 你看到大家死 你自己都没有死 所以你起这个我慢心 那他这样以后佛际就跟他说话 一说话以后他就调腹就争三果 这是大半天王 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个的话 我们就知道 这里面 不要随便起我慢心 那我自己了不起 这是大半天王 那在这个地方先让大家知道 有这种情形 那这是佛教的宇宙观的宇 这是空间的部分 那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 我们再来说佛教的宙 宇宙观的宙这个地方 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理解 那宙是时间的意思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次讲到宇宙观里面的宇 这个空间 从六道里面 从天到 欲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讲到人是天下 还有出生到二鬼道跟地狱道 那讲了很多 那我们现在我们讲奏 也就是时间 那这个时间在经里面 用的常常 有时候我们看到叫做阿生奇节 那个节不是我们人间评论者的节数 而是一个时间的单位 节有分成三种 一个是大节 一个是中节 还有一个是小节 那大节里面 有时候我们拜颤的时候 或者我们念什么 什么颤的时候 我们会念到 叫做过去双严节 现在贤节 未来星宿节 这个节叫做大节 那这每一个大节 都有四个中节 也就是成节 柱节 坏节 空节 每一个大节都有成柱坏 四个中节 那只有柱节的时候 才有众生能够住 其他的是没办法住的 成节是世界在形成的时候 柱节是众生住在这个六道里面 所以坏节就开始坏了 坏也不是突然间坏 是慢慢坏 那空就是统统没了 那没了以后 到下一个大节的时候 又从成节开始形成 在形成完 一个中节形成完 又变成一个柱节 那又进入二十个小节 又是一个坏节 坏节又是空节 那就再下一个大节这样 所以过去庄严节 现在贤节 未来星宿节 这个三世的观念 这是大节的观念 那当然每一个中节 我们讲 都有二十个小节的长度 那中节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 像住节 我们以人能够住的地方来说 有二十个小节 那这样你会问 那什么是小节 好 那我们这个时间 其实非常长的 但是有一个计算的基准 它其实很难衡量 不过我们略略的 用人间的说法 好 当这个地球 这个世界刚形成的时候 刚形成的时候 有很大的 很多众生来到这个时间 那总共当时的寿命大家都很长 那如果从基准点开始算的话 就是八万四千岁 人的寿命那时候 长到八万四千岁 那后来人的不守十三业 开始造业以后 就每一百年减一岁 这里就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九岁 再过一百年 八万三千九百九十八岁 每一百年减一岁 减到人的寿命剩下只有十岁 那个地方会有叫做小三灾 那对我们人来讲 我们现在可能差不多 以佛的那时候的计算 我们现在应该是七十几岁 佛那时代来讲是以一百岁来说 现在我们应该是以七十多岁来说 那这是时间的一个小小计算单位 那从人寿八万四千岁 减到十岁的时候 这叫减结 那到人寿十岁的时候 又会在每一百年增加一岁 变成十一岁二岁 每一百年增加一岁 到八万岁叫增结 那一减一增叫做一个小结 那到人寿八万岁以后 众生又开始造业 所以又开始寿命减少 又降下来 到减结的时候 大家又心又向善 十岁的时候心又向善 又开始增加 又一减一增 叫做一小结 那人众生在这个地方 从一减一增一减一增 到第二十个小结的时候 这个时候减的减到最后 这个世界就坏了 从柱结进入到坏结 然后世界就慢慢坏慢慢坏慢慢坏 然后二十个小结一个中结以后 就进入空 没有 空结 那所以现在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些 其他宗教讲说 世界末日到了 怎么样 其实还没有 世界末日还没有 像他们所说 已经到了 没有 因为现在是在什么时候 现在是在一减一增的 每一个小结里面 第九小结的减结 那当人寿到十岁以后 起善心 又会到增结 增结上去 上去以后到人寿八万岁 要开始降下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弥勒佛才来 那时候弥勒佛才来的时间 那你这样算的话 你会觉得时间应该很长 非常长的 所以我们要等到弥勒佛 来到这个时间 其实是太长了 那所以我们现在能够赶快修 赶快修 希望以后能够见到弥勒佛 那能够先去极乐世界最好 那每一个结 过去的庄严结 有一千尊佛 来到这个世间 现在的贤结 也有一千尊佛 来到这个世间 未来的星期九节 也有一千尊佛 来到这个世间 所以我们会讲说 三千佛名 那是指 过去现在未来三千尊佛 那我们现在叫贤结 这个贤结 我们在这里面 释迦摩尼佛 已经是第九小节的简节了 释迦摩尼佛 才是第四尊而已 可见过去只有三尊佛 我们在过去七尊佛里面 都有拜过的 过去的新小节里面的 那个 批佛师佛 施契佛 跟批瑟佛佛 那在贤结里面的 那个居留孙佛 居纳摩尼佛 加瑟佛 还有释迦摩尼佛 这叫做过去祈佛 那再来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 那你看前面的九个小节里面 才只有四尊佛出现 那弥勒佛也要到未来 第十个小节才会出现 那在后面996个佛 它出现都是在后面的 所以贤结里面后面的佛 都在集中在后面 但是虽然看起来那么多佛 不过因为经格时间很长 所以其实要碰到佛出事 很不容易了 就是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 其实我们 现在已经听到佛法 应该很珍惜 见到三宝应该很珍惜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一下的 好 那我们讲到 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 是叫做一个佛的教化区 那他方世界有他方世界佛在教化 这个首佛世界有首佛世界 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在教化 所以这个我们先知道一个概念 那我们讲到空间的时候 我们如果再想看看 我们都没有讲到 这个世界里面众生的寿命 在人间的寿命 顶多一百岁 多的不多 少的差很多 那东盛神州 我们讲两百五十岁 西牛后州有五百岁 北俊如州有一千岁 都差不多这样 那到我们讲鬼神道 如果两天堕落作鬼的话 堕落作鬼的话 寿命是七万岁 七万岁 七万岁你知道多久吗 没有办法形容 我们从现在看得到历史 中国历史才五千年而已 七万岁几倍 十四倍 所以你看那个活多久 如果快乐的人活久还好 不快乐的人活久那很辛苦 所以鬼神道的鬼活那么久很累 那出生到的龙跟金赤鸟活得一截 我们举伊勒波龙王 他从那个迦瑟佛 活到释迦牟尼佛 又活到弥勒佛 才解脱这个龙生 一截你知道多久 那如果是八寒地狱八热地狱 哇这个没完没了 他的寿命 八寒地狱的寿命怎么形容 有二十虎的麻子 芝麻 芝麻很小吗 芝麻他寿命计算是用这样来批语的 芝麻很小 二十虎一虎十斗 一斗十生 那一生的那个麻到底有多少 没办法形容 那麻很小 那一生那么多 那每一百年拿一颗出来放 一百年拿一颗出来放 这边放一颗 一百年放一颗 要把这个二十虎的麻子 统统换完 你看看多久 那这个才是那个八寒地狱里面的包 他的寿命而已 他的寿命就是那么长 那所以下到地狱去没有没了 很苦的 这是 那如果是包裂地狱 再加二十倍 那每一个地狱再加二十倍 而这叉加二十倍 佛佛佛加二十倍 胡佛佛加二十倍 文波罗加二十倍 波特摩加二十倍 大波特摩也是再加二十倍 你看多苦 那如果是想地狱 巴勒地狱 巴勒地狱里面的寿命 它是我们人间里面的五百倍 它是我们人间里面的五百倍 而且它的寿命五百岁 我们好像只有一百岁 但是它五百岁 所以五百倍 乘以五百岁 再乘以三十个月 十二个月 那个三十倍 三十天 再乘以五十倍 加起来就没办法计算了 那每一个大地狱都是这样乘以 两倍两倍两倍这样加上去的 那无间地狱杠人 没办法形容 所以在地狱里面受苦的时间 非常非常的长 长到真的是没办法形容 所以我们真的不能下地狱去 所以我们持戒重要 还是保全生命重要 当然要持戒重要 所以我们知道因果 我们要记得因果 宁可吃亏也不要占人家便宜 这是地狱里面的寿命 当然天上的寿命也是很长的 天上的寿命 我们已经知道六玉天跟色界天 跟五色界天 六玉天天人的寿命 九百万岁 以人间的岁数来讲 四天王天是九百万岁 也就是它有四天王天的一天 等于我们人间五十年 人间五十年 他又活了五十五百岁的寿命 所以五百乘以五十 乘以三十乘以十二 就是九百万岁 那套利天 三三天的天的寿命 他那边一天 我们这边是一百年 所以他的寿命又是一千岁 那这样乘起来就是 套利天是一千八百万年 那再加上去 那个夜魔天是三千六百万年 夺帅天是七千两百万年 花乐天是一亿四千四百万年 他花志在天是两亿八千八百万年 我寿命都很长 如果只要一直往生天上 寿命生太长太长了 所以我们讲说他的寿命长到这种情形 所以他又很快乐 那个 那就是预介天而已 如果到初禅天的话 饭中天有半节 我们已经讲到节了 饭五天有一节 大饭天有一节半 扫光天有两节 无量光天有四节 光阴天有八节 扫静天有十六节 无量静天三十二节 遍静天六十四节 扶生天两百五十节 广果天五百节 无凡天一千节 无热天两千节 扇静天八千节 扇静天四千节 摄静天一万六千节 那再上去的空无边处是两万节 四无边处是四万节 五所有处是六万节 到飞无想处天是八万节 你看这个时间这么长这么长 好我们 当我们知道这个以后 你看其实修行里面有一个 地域苦的地方的寿命 跟天上快乐的地方的寿命 比起来难给比较长 天上的寿命比较长 天上寿命比地域的寿命还长 在最长的跟 地域最长的跟天上最长 天上最长是八万大节 我们这个世界已经 成坏成坏的恩别了以后 这个天上的非有想 非有想触天还没有坏 所以我们可以想看看这个地方 就知道修行 只要饿得不照 善得其行 那这样我们享受快乐 其实会比受苦还多 那问题是我们众生太懈怠了 我们众生太懈怠了 不努力 如果我们 我们努力精进的话 我们就会有好的成果 那如果解脱阿罗汉 解脱阿罗汉 解脱阿罗汉 所谓用平常来讲寿命无量无边 寿命真的是无量无边 因为他没有轮回 所以就讲他寿命无量无边 这个地方我们掌握住这个 这个奏的时间观念以后 我们来看看 这个世界当初是怎么形成 它在每一个简洁的时候 它又是怎么样 受到小山灾的一种问题 这个地方有大山灾有小山灾 那我们已经知道世界的雨的观念 空间的观念 也知道那个 咒的观念 时间的观念 那在众生的业力的感应之下 这个世界要形成 这个世界形成之前 是世界已经毁坏掉了 那我们先讲毁坏的情形 这个世界里面 本来是过去的解里面 这个世界里面 有很多众生 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的 那到这个世界要毁灭的时候 就是要先有火灾 本来这个世界里面 只有一个太阳一个月亮 一个太阳一个月亮 是风调雨顺的那种情形 但是在世界要起火灾 大山灾里面有所谓火灾 灾水灾风灾 火灾要起来的时候 那个众生都是行十善 行十善 然后尤其人间的人 他开始修禅定 那我们在期末数 军上的一天 我们在待的还有弁草 要让我们下来